我們現在來做雙點的後續練習 第一個練習是要把雙點的速度控制到在16分音符的架構裡 跟交替打擊的速度盡量一致 雙點的速度因為彈跳的關係所以不容易一致 我指的是在音量跟音色方面 我現在示範一次 第一個點的音量通常會比第二個點的音量來的大一點 如果第二個點在落下之前稍微的用右手的手指加一點力量 這時候第二個點的音量可以比較大一點像是這樣 透過這樣的控制兩個點的音量比較容易一致 今天整體的練習重點是放在時間點要控制的平均 為了要控制時間點 你不妨在第二個點加一點力量 但如果你想要追求更自虐 更進階的練習的話 你可以試著使用自然彈跳的練習方式 我現在示範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透過手指的控制 讓兩個點的時間比較平均 音色也比較平均 這是比較好打的方法 另外比較困難的方式就是自然彈跳 這個方式會難打得多 請各位依照自己的狀況來做選擇 現在感受一下16分音符交替的速度 我將使用右左右左交替的手法來打擊 想像一下速度 太慢了 大約是這樣 現在速度是設定在BPM 60 接下來在一樣的速度架構裡 我要用雙點來演奏16分音符 打擊順序就是右右左左右右左左 如果試著都使用自然彈跳的手法來打 會再難一點 現在進行下一個練習 就是一個小節的右左右左交替之後 一個小節的右右左左 現在我們把前面這個訓練的概念 融合到PARADIDO裡面 因為PARADIDO是交替跟雙點的混合運用 但是一般在演奏雙點的時候 其實這個雙極的速度 實際上會比16分音符所需的速度 來得快一點點 像是這樣 但是速度打得很快的時候 就不容易察覺的出來 但是這個聲音是比較不理想的 現在我要在BPM 60的這個速度架構 來練習PARADIDO 還要吃起來 那麼十四 大家把它握個好去 下一個練習是Reverse paradIDO 下一個練習是 Inward Paradiddle 接下來是 Outward Paradiddle 今天這些練習每一則練習我大概都只示範了四個小節 實際上練習的時候每一個練習可能會花上你半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連續練個幾天才會抓到感覺 也可以搭配我之前所分享的四個小節節拍器 裡面有兩個小節消音的這個模式裡面 相信會讓各位練得更痛苦 另外注意 由於這個練習需要高度的專心 練習的人常常會在演奏的過程當中 不知不覺的呼吸變得越來越淺 所以請注意要保持你的呼吸速度深而且均勻穩定 現在我們來練習將雙點融合在四連音裡面演奏三十二分音符的速度 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習慣一拍有四個音的這個架構裡 任意的將其中一個單手改變成雙點 例如四連音原本是右左右左 我們把四連音的第一個音變成雙點 狀況會變成 所以右手這個雙極的速度是單極速度的兩倍 另外就是要特別注意在一開始演奏的時候 如果對速度的感覺不夠熟悉有可能會變成這樣 這樣聽起來比較像是五連音就不是四連音的架構了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囉 第一個練習就是將四連音的第一個點變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二個點變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二個點變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三個點變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三個點變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二個點變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一個點跟第二個點改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一個點跟第二個點改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二個點改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三個點跟第二個點改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二個點改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一個點改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二個點改成雙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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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將四連音的234點改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一點第三跟第四點都改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一點第二點跟第四點改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第一第二第三點改成雙極 現在將四連音的四個音全部都改成雙極 最後一個練習在經歷過度旺盛的時候可以使用 就是把剛剛的練習每一種打一個小節不要休息的連在一起 錯了就重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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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